基隆壽司祭活动串联在地壽司职人举办票选活动 希望能让全台各地的游客发现基隆壽司的魅力 3 2 1 基隆壽司祭正式起码掌声队 2023基隆壽司祭宣传记者会启动仪式 基隆市长谢国梁洗手基隆区 与会理事长简建辉和市议员何淑彬等贵宾一同出席 邀全国各地民众一起来基隆吃寿司 我觉得寿司在全世界的辨识度都很高 在基隆我已经看到很多的职人 做的都是非常精致的寿司 所以我觉得我要做的主要就是 把这个事实能够推广出去 然后让大家可以了解到 原来基隆有这么多好的精致的寿司餐厅可以来享用 所以未来呢我们除了办活动以外 我们也会有实质的产业补助计划 让这些职人寿司更多的能够在基隆发挥它的特色 服务来到基隆游玩的国内及国外的观光领域 记者会现场有多位在地的议员跟国民党立委参选人 林沛祥议员等贵宾代表来见证活动起跑 共有31间在地知名寿司以及连锁店家代表都到现场支持活动 热烈来响应基隆寿司记 来基隆吃寿司 我跟蒋万安市长有聊到我们的活动 可不可以再跟我们透露多一点细节 当然具体还是要看万安市长的时间 我大概前两天有打给他 然后有跟他说我们基隆现在有这样的活动 那我知道他台北以前我也是他牛肉面节的一个常客 那我希望说他有机会能够来这个品尝看看 那他有允诺说他看一下时间 假如时间允许的话他会考虑过来这样 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代理处长林文荣也说明 欢迎民众到寿司店消费参加票选活动 参加民众还有机会带走iPhone14 50寸一斤电视的大奖 希望能让更多热爱美食的人知道 基隆特有的海味文化 带动来基隆吃寿司的旅游风潮 详细的基隆寿司祭票选活动 可到活动官网或基隆旅游网查询 记者李亮杰 陈淑萍 黄日生 吉隆报导